睡到半夜,隐约听到客厅,有人在说话 我按亮手机,深夜两点,魏征终于舍得回来了 于是大声对着外面喊,阿征,你在和谁说话? 魏征回我,没有,你听错了,我在训猫 猫是我前几天在路上捡到的,带回家后还不适应 偶尔会晚上闹腾,我迷迷糊糊想着,翻了个身继续睡 却突然惊醒,不对,今天中午猫吐了 我把他送去宠物医院,还没领回来 他为什么要说谎骗我? 我彻底清醒,借着手机微弱的光 捏手捏脚走到门后面,贴着门板听外面的动静 一道刻意压低的女生在说 阿征,你是舍不得我的,对不对? 魏征说,雨儿,你醉了,我送你回去吧 接着是两人推拉的声音,林雨儿有点生气了 别拉我,我不走,明天你就要和那个女人订婚了 我得好好祝福你啊 小点声,姜妍可能刚睡着 你别把她吵醒了 到时候明明没事,也要闹得满城风雨 魏征劝她 林雨儿娇俏一笑 让她看到最好 整个江城谁不知道 你压根不爱她 要不是为了报恩 你根本不会娶她 她将言不可能不知道 但就是这样 她还好意思霸占着你 我就要让她看看 你的心原本就在我这 阿征,不要娶她好不好 说着说着,林雨儿声音里带了点哭腔 魏征迟疑着,没有回答 卧室里,我的手紧握着门吧 犹豫半天,终究是没有推开眼前的那扇门 就在昨晚 我还和魏征因为林雨儿回来的事 大吵一架 我怕她随时可能离开我 睡前,我异常热情地缠着她 她却不耐烦地皱起眉 我没心情 平常,怎么不见你说没心情 林雨儿一回来 你就没心情了 我心里本来就压着火 她这句话 直接把我心里的火引爆了 江言 我们的事不要扯上无关的人 魏征忍着怒火 竭力找理由 这几天忙着订婚宴的事 还有公司的事 我只是太累了 我冷笑 订婚宴从头到尾 都是我在张罗 你管过什么 公司的事也轮不到你插手 你唯一的任务 就是伺候好我 你不知道 话一出口 我就有些后悔了 我知道我容易情绪上头 说些口不择言的话 但魏征的动摇 实在让我缺乏安全感 如果不说些狠话刺激她 我怕她真的会忘记 原本明明是她主动提出和我恋爱结婚的 我耿着脖子看着她 魏征忍的脸色铁青 抱着双臂侧躺过去 我犹豫要不要放软态度 轰轰她 她的手机却响了 她赶紧转过身来 掐断电话 屏幕上的林雨儿三个字 却没逃过我的眼睛 这一次 轮到她心虚了 犹豫了几秒 她想开口为自己辩解什么 我却不想听 直接替她下床 没意思 我也腻了 分房睡吧 她愣了一下 似乎诧异我 为什么会这么轻易放过她 但她到底什么也没问 因为她从来都不在意我在想什么 拿着手机就去了赐我 我那时却在想 魏征 我给你时间 在订婚前 无论你是选择如妻和我订婚 还是选择和林雨儿在一起 只要你干脆地做出选择 我将言也不是输不起的人 却没想到 我给了她时间和自由 她竟然厚颜无耻到 深夜带着林雨儿上我家了 咦 沙发上是江岩的婚纱吗 林雨儿不知怎么把话题 转到了我的婚纱上 阿征 你想不想看我穿婚纱的样子 我穿给你看好不好 偷来我家就算了 还想偷穿我的婚纱 我气得差点就要扭开门吧 怒骂这对男女 可我突然想到 今天早上 我为了更好的观察 猫猫独自在家的情况 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想到这里 我在手机上点开了客厅里的摄像头 一点开 里面的画面就震惊到我 林雨儿居然丝毫不避讳 当着魏征的面 脱去外衣 直接开始穿婚纱 倒是魏征 短暂地愣神后 飞快地转过身去 林雨儿换好婚纱 喊她 好了 阿征 转过来吧 魏征听话地转过头 林雨儿脸颊飞红 半是羞怯半是期待地看着她 阿征 我美吗 美 魏征看得眼睛都不眨 那我和江颜 谁更美 你 林雨儿满意地翘起下巴 骄傲地说道 那你要把我现在的样子 永远记在心里 你要记得 我永远是最美的 不过 要是江颜知道 你说我比她美 她可不会放过你的 再次提到我 魏征又变得沉默 两人对视友一会儿后 魏征突然说 雨儿 如果你是认真的 我可以取消订婚 你知道 如果结婚对象不是你 那我和谁结婚 其实都没分别 终于还是来了吗 我因为紧张魏征的回答 手指钻紧手机屏幕 钻得指尖发白 林雨儿却笑了 不要这么说 小心我真的心动 那你就惨了 要背上悔婚的骂名了 魏征上前一步 牵住她的手 我不怕 只要你点头 下一秒 林雨儿点起脚尖 吻上她的侧脸 骂她 傻子 魏征转过头 想要亲吻她 却被她躲开 傻子 要玩就玩个尽兴啊 江颜霸占你这么久 你难道不想回报她什么 说着 林雨儿附着魏征的耳朵 悄悄说了些什么 我只看到魏征震惊的神色 却无从得知他们商议了些什么 商量完 魏征尚且不确定 反问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江颜她 其实也没那么坏 只是有些大小姐脾气 过于骄纵蛮横 林雨儿不愿 板着脸问她 可是 是江颜自己和她的闺蜜团说 男人没什么大不了 生个孩子比什么都强的 江颜还不坏 她都想好去赴留子 利用完你就扔掉了 只有你还以为她傻乎乎地爱着你 林雨儿怎么会知道我和闺蜜团的对话 我百思不得其解 放大看了好半天林雨儿的脸 这才发现 原来那天在闺蜜团拱火 讥笑我找个不爱的人娶我的 竟然是她呀 原来她在那么早之前 就想好要针对我了 再说 要不是江颜 你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吗 被整个江城的人笑话 说你是坠叙 但我知道 你不是 林雨儿继续拿话刺激她 魏征果然冷下脸 她不爱我更好 我也不必对她心怀愧疚 各取所需的关系 本应如此 林雨儿点点她胸口 是啊 阿征 做人不要太心善 心善吗 如果心善是罪过 那我才是真的活该有今天吧 我冷笑着 脑海里闪过无数个念头 对付我的手段 无非是拿我爷爷做文章 再就是当众打我的脸 让我下不了台 成为整个江城的笑话 如果是这样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回击到底了 至于今晚 就让他们尽情享受好了 他们今晚有多开心 明天我就要 他们有多难受 订婚现场 林雨儿穿着婚纱闯进来 叫嚣着 让魏征丢下我 跟他走 当着全场宾客的面 林雨儿指责我和爷爷 是趁人之危 仗着帮助过魏家 道德绑架魏征 逼他娶的我 他义愤填应道 阿征 你不欠他们江家的 就算是被破成了他们的情 这些年也该还晚了吧 边说着 边用余光扫过我爷爷的脸 似乎期待我爷爷 闹出点什么大动静才好 我看向魏征 平静至问道 你明知道 我爷爷生病了 受不得刺激 却故意让你的救情人 选在今天来闹事 这就是你报答恩人的方式 看我质问魏征 不等他表态 林雨儿又跳出来抢白 江言 今天的事 纯粹是我看不过眼 自己过来的 和阿征无关 你明知我和阿征两情相悦 却一直霸占着他不放手 不就是仗着你爷爷 有钱有势吗 张口闭口 都不忘提我爷爷 不就是想把战火 引到我爷爷身上 可他不知道 早在接爷爷来之前 我就把现场 可能出现的状况 提前和爷爷说了 我和张总柱的看法一致 觉得爷爷 还是不去比较好 没想到 爷爷听完 坚持要过来一趟 我不去 谁给我们家炎炎撑腰 别以为我老头子病了 就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欺负到我孙女头上了 林语儿抢白丸 爷爷在我身后倾壳两声 提醒我不要轻易被激怒 然后把目光转向未争 沉声道 哦 我竟不知道 你这样恨我了 爷爷在轮椅上 直起背景 神态明明没什么变化 却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你提前和炎炎确认我今天是否过来 就是想借别人的口 告诉我老头子 你恨我当年出手帮了你家里是吗 你这么厌恶我的帮助 又不喜欢炎炎 为什么不直说 还是你觉得 便宜要占 得了人好处 却不一定要还 我老了 可能真的看不懂 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 但我还是想要劝告你一句 这么做人 是不行的 魏征被我爷爷的一番话说得羞愧难当 他握紧了拳头 哑声解释 江爷爷 我很感激您当年的出手相助 也一直想要回报您的恩情 但我不爱江言 也是真的 说完这句 林宇儿脸上立刻浮现出得意的笑容 冲着我强调江言 听清楚了吗 阿征不爱你 逼他娶你 你也不会幸福的 然后又毫不客气地冲着我爷爷说 还有江爷爷 这都什么年代了 别老拿您旧时代的那套说辞 来教育年轻人了 他以为我爷爷会因为 他这几句话感到怒不可遏 气得血压飙升 谁料我爷爷竟然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那我今天还必须以老卖老 教育你们一顿了 首先 魏征 你说你不爱炎炎 但你当年为什么 要主动提出和他交往 交往几年 你都没告诉过他你不爱他 现在就情人回来了 就立刻昭告天下 你不爱他 你把我炎炎当什么 其次 回报恩情这种话 不要只是嘴上说说 你要真这么想 你早就这么做了 但这么多年 你做了什么 我好意将公司交给你打理 你倒好 全盘甩给炎炎 时不时提醒他 这些产业不都是你家的 我一个外人做得再好 有用吗 好 说这话 我也当你有几分傲骨 你不肯给我江家打工 那你自立门户 创业赚钱 把你欠我们江家的还清 不也是一种回报 可你呢 最终什么都没做 安心享受着炎炎 对你的好 享受着 江家提供给你的一切 不仅不感恩 还心怀怨恨 觉得是我和炎炎逼迫了你 害你失了脸面 成为整个江城的笑话 但我告诉你 出门在外 脸面都是自己正的 你不去正 满心只有愿 也难怪炎炎 坚持不肯告诉你 他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现在看这形势 也确实没这个必要 你配不上我的炎炎 去赴刘子都是高看你了 爷爷逻辑清晰 条里分明的一段话 外加末尾的一个重磅炸弹 彻底将现场气氛引爆 宾客们再也忍不住 大声议论了起来 我无可奈何地看向爷爷 不是说好帮我保守秘密的吗 我还没想好 怎么处理这件事 您倒好 张嘴就给我宣传出去了 爷爷喝着水 想了想 认真反驳我 现在说 是最好的时机 一来 可以让在场所有人知道 你江言不是外界传的那样 只会围着味争打转 其实你有主意的很 二来 不管这个孩子失去失留 将来都不会成为 有心人嘴里的爆料 省得有人在你背后 大做文章 诋毁你 第三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即便我老了 身体不好 但我依然是你背后的依靠 我老头子 可不是轻易刺激一下 就爆血管 血压的 原本 我还有一点生爷爷的气 气他大费口舌 和这群人讲道理 消耗自己的精气神 明明我们说好 这件事全权交给我处理 他只负责给我打气的 但爷爷这么一说 我又有点想哭 心疼他为了我 居然想了这么多 过去 爷爷一再委婉提示我 魏征不是良配 但我一心沉浸其中 把爷爷的话荡耳旁风 直到爷爷病倒 我不得不扛起姜家的担子 我才知道 之前我能任性妄为 全是爷爷给我兜的底 商场日新月异 变幻莫测 姜家其实早不如从前 这几年里 看着爷爷膝下只有一个我 想要打压姜家 坏我们口碑 暗地里 使绊子的人不要太多 特别是爷爷病重后 许多人觉得 只要我爷爷再也站不起来 无法发号施令 打垮我简直轻而易举 我也是在扛起这些担子后 发现我以往看中的那些 情情爱爱 实在过于虚幻 为争塌 绝不是我的后盾 也给不了我任何支撑 我的背后 除了爷爷 其实空无一人 所以 当前不久查出怀孕时 我没有想过 要告诉魏征 而是直接去找了爷爷 爷爷问我 你会因为这个孩子 此生就只认定魏征一人吗 我摇摇头 我希望他爱我 只是因为爱我 而不是其他 我肚子里的孩子 也只是我的孩子 与他无关 是的 那一刻我就想好了 魏征如果选择我 我们就好好地在一起 如果不 那这个孩子我要不要 都和他没有半点关系 也是那天晚上 我出席闺蜜团的聚会 被林雨儿讽刺 你就这么上赶着 偏要找一个 不爱自己的人结婚 我当时心不在焉 索性张嘴就来 男人的爱重要吗 生个孩子 指望孩子爱你 都比指望男人爱你强 现在想想 也许那番无心的话 恰恰代表了我内心所想 江言 爷爷说的都是真的 你肚子里有了我的孩子 魏征不可置信地走近我 问道 为什么有了孩子 也不和我说 孩子的事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我讥笑道 和你说这个干什么 说了你会怎么做 你肯定觉得 江言又在玩手段 想用孩子留住你 我在你心里 不就是这种形象吗 做任何事情 一定都是有目的的 不纯粹的 魏征向来这样看我 所以她没法反驳 况且 用孩子留住男人 这种手段 我还真不屑去做 林雨儿冲过来 拉住魏征的衣袖 冲着我道 是啊 你不屑用这种手段 却让你爷爷当众说穿 这不是故意刺激阿征 让他放不下你吗 你要真这么不屑 就别说那么多 自己偷偷去打掉啊 不打不就是想拿这个 牵绊住阿征吗 够了 不要说了 魏征狠狠打断林雨儿的话 这是我和江言之间的事 雨儿 你不要管 阿征 你别忘了我们今天的目的 林雨儿放软声音 提醒她 对哦 今天我也有我的目的呢 想到这里 我对魏征露出一个格外真诚的笑容 魏征 先不要问我那么多 别急 我为了今天的仪式 特地准备了一段视频 相信你看完 就会有答案 魏征疑惑地看向我 不知道我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昨夜之前 我还很忐忑 怕你最终不会选择我 但后来我想通了 为什么我总要被动 等着你来选择 我可以先选择呀 魏征 我现在一点都不想要你了 我只想要你们 一起身败名裂 最后一个阴节落地 我施以助理 按下播放键 大屏幕上即刻出现一段视频 视频里 魏征搂着喝醉的林雨儿 打开了我家的门 然后林雨儿当着魏征的面 脱去外衣 换上了我的婚纱 订婚在即 魏征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们因此大吵一架 订婚前两天还分房睡 我本想着 这是给她的一次机会 不论她选择和我如期订婚 还是和林雨儿在一起 我都接受 只是没想到 她竟会深夜带着林雨儿回家 纵容她穿我的婚纱 还夸她比我美 更在林雨儿的挑唆下 密谋算计我 没人比魏征更知道我的软肋 除了她 我最在乎的人只有爷爷 然后就是脸面 爷爷生病退位后 我的脸面就代表着整个江家 她若是敢拿这两样来挑衅我 就休怪我不留情面了 客厅里 魏征搂着偷穿我婚纱的林雨儿 动情地拥抱在一起 却不知道 我在卧室里 用手机监控 将一切尽收眼底 好在她们还没有无耻到 在我的房子里 做出更龌龊的行为 林雨儿喝醉了 和魏征商量完怎么对付我 就在沙发上沉沉睡去 魏征没有睡 她看了沙发上林雨儿的睡颜许久 又突然惊醒似的 看了看我卧室的门 发觉一切如常 她松了一口气 给林雨儿披上毯子 又去厨房煮醒酒汤 和养胃的粥 我一夜没睡 看着手机里的监控画面出神 我想不明白 魏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天蒙蒙亮时 她喊林雨儿起身 哄她脱下婚纱 然后为她喝醒酒汤 喝完送你回家 再晚一点 江炎就要起来 去公司了 林雨儿逗她 她要是现在开门出来 那就精彩了 是吗 我如她所愿 立刻拨通了魏征的电话 魏征看清手机上的来电 吓得不轻 连忙用口语指挥林雨儿 躲出门外 林雨儿衣服还没穿好 就连人带包被推了出去 魏征接起电话 故作镇定地喂了一声 我装出刚刚睡醒的样子 迷蒙说道 阿征你昨晚回来了吗 我好像闻到煮粥的味道 嗯 我煮了粥 她平静的语气 让我有一丝恍惚 但也许 只是清晨格外使人脆弱 我禁不住问她 阿征 你还生我气吗 还会和我订婚吗 我没生气 你不要多想 我继续问 那 阿征 你爱我吗 你从没说过 你爱我 魏征这次却不回答了 宁愿沉默 也不撒谎骗我 我想 我知道答案了 魏征不爱我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但我也从未求着他爱我 当年 他父亲一手经营的公司 出了问题 人也急得病倒 危难之际 确实是我求的爷爷出手 高价收购了他的公司 又把他父亲送到国外治病 做这些 不是为了讨好魏征 祈求他爱我 只是因为 我想这么做 就这么做了 我那时 只单纯地希望 魏征能一直是初见的样子 有着少年人的骄傲自负 而不要被现实压垮 变得面目全非 我没有奢望过 魏征会因此多看我两眼 毕竟圈子里都知道 他心里有一个白月光 从高中一直追逐到大学 哪怕他家里出事后不久 林语儿就出国了 他也没有说过他半句不好 我当时还觉得 自己果然没有喜欢错人 魏征他 永远不会诋毁和伤害自己爱过的人 但我没想到的是 某天魏征突然约我吃饭 我以为他大概是想表达 对我爷爷的感谢 我想说不必的 但又实在不想错过和他的相处 于是高高兴兴去赴约 结果那天 他居然主动提出要和我交往 没有一丝丝的准备 我完全愣在当场 对面的魏征 甚至不肯多给我几秒消化的时间 不愿意 不愿意就算了 愿 愿意的 怕他反悔 我急急忙忙答应下来 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我用尽浑身解数 取悦 未争 希望可以抚平他内心的伤痛 成为他心里不可替代的人 直到后来 我才知道 我错得离谱 天上没有掉馅饼 他也没有无缘无故地爱上我 他会错了意 以为爷爷肯出手帮他 是为了给我牵线搭桥 他不得已成了我家的情 又无以为报 才不甘心地选择与我交往 回报我爷爷的恩情 这些事 是有一次他喝醉后 自己吐露出来的 隔天酒醒 他忘了自己曾说过的话 却不知道 我经历了怎样的幻灭 那之后 我索性破罐子破摔 一旦他惹我不开心 我就会提醒他 他欠我们将家的 我当然知道 这种关系有毒 不会长久 可我控制不了自己 就像口渴的人 明知水里有毒 还偏要去喝 不到长川肚烂 鲜血淋漓 我始终不愿真的放下 我在脸上涂好粉底和遮瑕 掩盖住所有情绪 才推门出去 魏征若无其事地给我盛了粥 关心问道 爷爷今晚来吗 他肯定很想见证 我们的订婚仪式 我拿勺子咬了咬碗里的粥 吹了吹 来呀 医生说他最近病情平稳 参加这种喜事 说不定还有利于他的病情恢复 魏征点点头 我刻意补充一句 前提是 他老人家受不得一点刺激 万一引起血压升高 后果不堪设想 我手举着勺子 眼睛却盯着魏征 想看穿他心里所想 他别过脸去 画舌天足补了一句 定婚宴上能有什么事发生 大家都是真情实敢来道贺的 我放下勺子 笑了笑 防人之心不可无骂 说完起身换衣服去公司 出门时 魏征问我 粥不吃了 专门给你煮的 我回头一笑 到了吧 这粥看着像是吃剩下的 有点倒胃口 林宇儿没来得及喝的粥 才轮到我喝 我为什么要喝 同样 林宇儿穿过的婚纱 我看一眼都觉得脏 出了门 我直接去了婚纱店 却没有取原本 今天要穿的红色礼服 而是另选了一件婚纱 订婚宴后台 小助理指着我身上的婚纱 忧愁地问了好几遍 真的要穿这件呢 可今天是订婚宴 是啊 你不觉得这件很好看吗 我闭着眼睛 让化妆师给我补了下眼妆 我要求化艳丽一点 好看是好看 就是 小助理欲言又止 化妆间的门突然被推开 张总助推着爷爷的轮椅进来 不错 这身婚纱好看 爷爷夸我 我用指尖拎起裙摆 和爷爷说谢谢 然后从张总助手里 接过爷爷的轮椅 推着爷爷缓缓入场 走向宴会中心 原本热闹喧哗的场子 因为我们的到来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我听到有人倒吸气的声音 还有人压低了声音问旁人 江大小姐怎么穿成这样 这大喜的日子 看着怪不吉利的 就连原本深情款款 走过来 想要挽住我手臂的魏征 也愣在了原地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但还好 林语儿没有让她想太久 司仪刚刚开口 宣布仪式正式开始 林语儿就推门而入了 看到林语儿也是一身婚纱 宴会厅里的议论声 再也压不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没见过订婚宴上 还有人来抢婚的 你 林语儿冲进来后 看清我身上穿的裙子 也愣住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玩耳一笑 因为我故意的呀 我可是 特地为自己选的这条黑色婚纱呢 有人说 黑色婚纱寓意忠贞不渝的爱 也有人说 黑色看着总归是不吉利 我选黑色 却是因为 我想让这个颜色提醒我 时刻保持理智 忠于自己 我看着林语儿特地穿着 和我原本那款风格类似的婚纱 就觉得好笑 真是拙劣 以为穿款是一样的婚纱 就是打我的脸了 看着我笑意欲深 林语儿仗红了脸 扬起头对魏征发话了 阿征 跟我走 不要娶她 你根本不爱她 你只是被他们一家子给道德绑架了 话音落地 全场寂静 林语儿越发觉得自己成了舞台的中心 开始痛诉 江炎和她爷爷 根本就是欺人太甚 趁人之危 是 当年他们确实帮魏征家里 解决了眼前的困难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 以为花了钱 就能收买人心 胁迫魏征死心塌地入坠他们家 阿征 你不要继续犯糊涂了 你不欠他们将家的 就算是被破成了他们的情 这些年也该还晚了吧 林语儿一边说 一边用眼睛余光扫过我爷爷的脸 好像很在意 我爷爷会有什么反应 我指了笑 平静地看向魏征 你明知道我爷爷生病了 受不得刺激 却故意让你的旧情人选 在今天来闹事 这就是你报答恩人的方式 定徽宴上 魏征纵容林语儿大放厥词 刺激我爷爷 想惹得我爷爷病发 没想到 却反被我爷爷的一番言辞狠狠打脸 爷爷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直言 魏征 你配不上我的孙女 也难怪炎炎 坚持不肯告诉你 他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这个消息犹如重磅炸弹 炸在魏征头顶 他不可置信地问我 为什么有了孩子也不和我说 孩子的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而我回他一个计划 我江言 还不至于用孩子来祈求一个男人的爱 同时 我还给魏征和林语儿准备了一份大礼 我告诉魏征 等你看完我准备的这条视频 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做 助理打开播放键 大屏幕上开始播放我在手机监控里 看到的那些不堪的画面 魏征搂着喝醉的林语儿 打开了我家的门 然后林语儿当着魏征的面 脱去外衣 换上了我的婚纱 隔着薄薄的一扇门 他们在我的客厅 动情的亲吻 拥抱 筹谋 算计我 林语儿蛊惑魏征的那句江言霸 占你这么久 你难道不想回报他什么 现场所有人都听得真切 明白 而魏征说 他不爱我更好 我也不必对他心怀愧疚 为了照顾林语儿的隐私 我还在他换衣服的那个片段 给他打了马赛克 但林语儿还是疯了一样 谩骂 威胁我的助理 让他关闭播放器 甚至拿起手边 能够拿到的所有东西 疯狂砸向大屏幕 工作人员匆匆赶过来 拉住他的双臂 提醒他 小姐 毁坏东西是要照价赔偿的 林语儿惊声尖叫 我就要砸 你们快去给我把视频关掉 我有钱 我不差这点钱 然后又朝着我喊 江言 你简直变态 明明在卧室里 看到了这一切 却故意装睡 装不知道 眼睁睁看着我和魏征亲密 你是不是有病 我笑笑 我不装作不知道 又怎么能发现 这么多惊喜呢 一不直摇的魏征 脸色也甚是好看 一阵红一阵白的 林语儿吼他 魏征 你是不是个男人 快让江言 关掉视频 而魏征只是呆呆地看着我 问江言 你这样做 满意了吗 我可以不计较你 当众羞辱我 公开播放这段视频 因为我 也确实鬼迷心窍 做错事情在先 如果你还不满意 我可以当众向你道歉 就算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一笔勾销好不好 一笔勾销 我脑子坏了 才会选择一笔勾销吧 我皱着眉头听他说完 觉得他的逻辑 实在过于无敌 不 也许他只是过于自信 太过高估 他在我心里的分量 你要不要仔细听听 你在说些什么 我反问魏征 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的 如果你拒绝林雨儿的建议 拦住他不让他来闹事 如果你不和他联手 当众打我的脸 我都不会放出这段视频 也许 我还会在订婚仪式完成后 告诉你 我们有孩子的这个喜讯 可你 是你自己一步步 把自己推向现在这个局面的 想要一笔勾销 我摇摇头 天底下可没这么好的事 说完 我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好像是大屏幕破碎的声音 魏征冲过来 大喊小心孩子 拉着我跑到安全距离外 我一心只有爷爷 甩开他的手 看向爷爷的方向 还好张总柱早就护着爷爷 去到了距离最远的角落里 林雨儿看着杂碎的大屏幕 笑得十分癫狂 让你们看我笑话 这下你们还怎么看 工作人员急了 一窝蜂涌过去讨要赔偿 林雨儿甩出一张卡 要赔多少钱 你们自己刷 别耽误 我办正事 然后急急忙忙跑到大厅入口 把门锁上 冲着在场所有人喊 刚才谁拍了大屏幕上的内容 都给我删掉 不删掉一个都别想走 魏征 你快过来 帮忙我检查他们手机 这个视频 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在场的这些宾客 几乎个个都是江城里 有头有脸的人物 哪曾被人这样对待过 又有谁会听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的威胁 传出去 那才真的是笑掉大牙 几个身形高大的男老板 当场就黑了脸 我们是冲着江老爷子的面子 前来道贺的 人家好好的一桩喜事 被你闹成这样 你还好意思封锁消息 查看我们的手机 一个女孩子家 使这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败露了不反省自己 还威胁别人 林总在家 就是这样教你的 真是养女无方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看你年纪轻轻 应该没吃过苦头 也是时候 长点教训了 魏征不肯过去帮忙拦门 林语儿又哪里拦得住这群人 只能被人一把推开 站在原地大发小姐脾气 看到我走近 更恶狠狠地诅咒我 江言 你和你爷爷 一定会遭报应的 是吗 我的报应我不知道 但你的报应 应该很快就能见到 我点开热搜 林语儿和魏征的那条视频 已经冲上热搜前三 怒骂他们的声音铺天盖地 更有网友扒出 林语儿前不久 还和骑士集团的公子 骑云传出绯闻 两人一同挽着手臂进出五星级酒店 当时的媒体风向 还在传他们好事将近 现在 风向立刻变成 骑士接班人骑云倍率 我冲着林语儿晃晃手机 恭喜你火遍全网 想必 骑家公子很快就要 找你取消婚约了 林语儿怒红着双眼 想扑过来打掉我手机 不料魏征却挡在了我面前 制止了他下一步的行动 林语儿 你不是说 你是为了我回来的吗 你和骑云又是怎么回事 魏征紧锁着眉头 似乎终于发觉这件事 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 林语儿支支吾吾 我只是遵照爸妈的意思 去见见骑云 和他吃顿饭罢了 没发生别的事 你别乱想 正慌乱地找着借口 林语儿包里的手机响了 他拿出手机 看到是骑云的来电 想要掐断 却误点了接听 骑云在对面讽刺 林小姐玩得真话呀 林语儿这下子 倒是真的快要急地哭出来了 阿云 你听我解释 骑云丢下一句 不必 反正婚约也解除了 林小姐爱 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匆匆挂断电话 林语儿握着手机 嘴里仍在喃喃 我没有 你听我解释 魏征站在一旁 冷眼看着她 再不需要多问一句 真相已经昭然若揭 林语儿回国后的这段时间 明显是周旋在这两个男人中间 骑云确实是她的联姻对象 是她目前择偶范围内 综合条件最好的那一个 而魏征 不过是她拿来对付 我和我爷爷的一颗棋子 这些年里 因为我爷爷 他们林家始终被我们 江家压着一头 想反超我们 却始终欠缺实力 林语儿回国后 听说了我爷爷病重退位 江家产业由我接手后 已经大不如前的消息 加上我和魏征那些 简不断理还乱得感情纠葛 林语儿便生出 想要借魏征的手 重创我们江家的念头 她以为 当众毁掉我和魏征的订婚 刺激我爷爷病发 让我成为弃妇 便能毁掉我 却没料到 我爷爷的病情 根本就是故意对外夸大的 我爷爷的身体早些时确实查出一些毛病 但经过手术和精心条理 早已无碍 这几年 她对外宣称病重 把江家弱大的产业 一点点交到我手里 就是故意想在背后帮我看看 到底有哪些人值得深交和信赖 而哪些人又是对我们落井下石 虎视眈眈的 那次手术 给爷爷提了一个醒 他害怕万一哪天他真的不在了 留下我独自面对这一切 那会是多么的孤立无援 所以 爷爷处心积虑 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给我扫清障碍 也让我提前成长起来 甚至 不惜真的损失许多利益 让我们江家呈现出日渐衰败的事态 早些年 就连我也被蒙在鼓里 初时 我竭尽全力 还是撑不起爷爷交给我的担子 眼睁睁看着这些资产在我手里 呈现大幅度亏损时 我暗地里崩溃痛哭过好多次 也曾想过要依靠魏征 让他帮我 但他始终一副置身之外的模样 并不肯伸出援手 后来我也就习惯独自面对这一切 之后 不管是经历被商业对手夺走项目 还是被他们当场羞辱 嘲讽 我只能强撑着 练就一副刀枪不入的样子 直到后来 我渐渐走上了正规 也能独自挑起一些重担 爷爷才告诉我内情 如果不是连你也忙过去 让你真实经历这些挑战 外面又怎么会真的相信我不行了 而提前露出野心和马脚呢 我觉得爷爷说得对 因此这些事 我连魏征也没说过 原本想着 婚后让魏征放宽心 告诉他爷爷的身体并无大碍 但现在好了 一切都省了 我的世界里少了魏征 等于少了一个软肋 我更加无惧外面那些人 对我的恶意挑衅和攻击 至于林雨儿的那些破事 我原本不懈出手去查 但他既然挑衅到我面前 我就不得不让人细查一番 这一查 还真的查出一些惊喜 我手上还捏着 林雨儿和他助理的一段录音 现在不放 更待何时 趁着魏征和林雨儿已然要闹掰 我为什么不在天上一把火 我轻点手机 放出这段录音 林雨儿助理问 您真的要和魏先生在一起啊 那和其家的联姻怎么办 林雨儿 你傻不傻 我就是利用魏征搞垮江家 表面上是去抢婚 事后我会和大众澄清 我只是出于义气 想要帮朋友脱离苦海罢了 魏征现在这个状况 我和他在一起 我傻吗 他一无所有 难道还想让我倒贴 别说现在 就他家以前那个条件 配我都算高攀了 也就江言那个恋爱脑 一门心思扑在他身上 真不知道图他什么 录音放完 魏征看向林雨儿的眼神彻底变了 林雨儿搞砸了我的订婚宴 我反手送他一份大礼 把他深夜上我家 引诱魏征的监控录像放上网 助他上热搜 果然 他的未婚夫很快就打来电话 取消婚约 魏征也终于看明白 他被林雨儿利用了 他不爱她 只是想借她的手打垮 我和爷爷 魏征脸色阴沉 静等着林雨儿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林雨儿要面对和解决的麻烦是 一桩接一桩的来 他已经不知道要从哪一件事上 开始圆晃了 我好整一霞 抱着双臂看着这场好戏 林雨儿慌乱地剥着头发 迟迟张不开口 倒是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来电显示 林雨宾 是林雨儿父亲的来电 我接通电话 打开免提 对面传来林雨宾的声音 江小姐 我为我女儿的鲁莽向你道歉 她不懂事 是我没教育好的结果 能不能高抬跪手 撤掉热搜 她一个女孩子 总归是要名声的 现在也得到教训了 陡然听见自己父亲的声音 林雨儿神色张黄地看过来 而我只是淡淡回道 您也知道 名声对一个女孩子有多重要 可您的女儿 可是拼命往我身上泼脏水呢 前段时间 外面突然谣传我是豪门女舔狗 趁人之危逼人入坠 这些消息都是出自您女儿的手笔吧 您不可能不知道 哦 对 那时候可能您还在窃喜吧 觉得这招打得好 我爷爷一世的好名声 林老了 就要毁在我这个不争气的孙女上了 林总 有些事我们都心知肚明 就别说那些兜圈子的废话了 文言 林雨宾收起客套 转换态度 提出几个补偿方案 只求保全女儿的名声 林雨儿一下子情绪激动起来 爸爸 不要 不要求姜言 和齐云的婚约毁了就毁了 这个圈子里总还有其他配得上我的人 年轻点的条件太差的 可能配不上我 那就找年纪大点的 我反正无所谓 住嘴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 我林雨宾的女儿 至于去找有钱的老头吗 你回国以来 除了给我找事 你还做过什么有用的事 早知如此 我就该把你嫁到国外去 爸爸 林雨儿又怒又委屈 我为了林家 什么都肯做 什么都肯配合您的安排 怎么一出了事 您就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你胡说什么 我早说姜家不好对付 你非要说你能搞定未争 就能重创姜言 你现在看看 你做到了吗 人没算计到 自己还惹得一身骚 说出去都丢我的人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们 林总 在我的手机里 教育女儿不合适吧 要不您亲自来一趟 把女儿接回去教育 至于您刚才提的赔偿方案 我不接受 我觉得您的女儿 在教育这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等她回应 我挂掉电话 转过身看了眼 魏征 你也听清楚了吧 外头放出谣言 说你入坠江家 做豪门坠续的源头 可不是出自我 是你的白月光林雨儿 还有 补充一下 在我心里 其实从未看低过你 是你自己自卑心作祟 才会对我生出猜忌和不满 以至于被林雨儿 抓住你的心里 利用你 好了 现在场地让给你们 是对质 还是续旧情 都随便你们 你和我彻底没关系了 就别回见了 你的东西 我会让阿姨收拾好 放在门外 所以 把钥匙还我吧 我摊出手掌 魏征 却不肯交出钥匙 她低着头 难得地向我示弱 可是严严 我目前没有地方可以去 你等我 等我和林雨儿算完账 再来找你聊孩子的事 好不好 你憎恨我 厌烦我 我都理解 但不要一起用事 毕竟孩子 是无辜的 我们要理性看待 好好商量 我无奈地叹口气 喊来张总柱 强行从魏征身上摸出钥匙 这才放心地和爷爷一同回去 临走时 魏征还在身后大喊 严严 你等我 我会让你看到 我的诚意和改变 爷爷问我 你怎么想的 我答 我什么也不想 只想接回我的小猫 对了 我的小猫叫小诺 一诺千金的诺 男人的心会变 小猫的心永远不会变 爷爷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笑 我突然反应过来 当然 爷爷对我天下第一好 这点也永远不会变 虽然不知道魏征和林雨儿怎么谈的 但网上 他们互撕的场面闹得很大 先是林雨儿买通了不少营销后 抹黑魏征故意灌醉她 利用她 只为摆脱我 打我的脸 魏征也不甘示弱 公开发声 说此事与我无关 都是林雨儿蓄意引诱她为之 还不惜放出许多聊天记录 证明林雨儿主动引诱她在先 彻底断了林雨儿洗白的可能 林雨儿在江城待不下去 或速逃到国外 与此同时 魏征还坦诚 当时的自己情绪上头 也没看清自己的内心 导致大脑不清醒 做出对不起我的事 所以网友骂她忘恩负义 以德抱怨 她都虚心接受 并表示一定会改 更承诺自己会重新追回我 只要我给她机会 但网友并不买账 纷纷回帖 请你和林雨儿所死 别再祸害江大小姐了好吗 江言独美 负心渣男别来沾边 小助理把网友的留言 一一念给我听 评价 这届网友很清醒吗 我把眼睛从电脑上挪开 喝了两口养生汤 笑着说 继续 这种评价多念几句 有益我的身心健康 小助理继续念叨 江大小姐 与其去富留子 不如一起去掉 嗨嗨 念错了 重来 小助理急忙打住 手忙脚乱刷下面的留言 我咕咚咕咚 把养生汤喝完 擦擦嘴 安慰她 没事 都过去了 况且 我觉得这个网友说得对 短暂地放松过后 我继续集中精力 投入到工作之中 前段时间休息太久 落了不少工作 等处理完 已是深夜 诺大的办公楼 仅剩我的办公室 还亮着灯 我站起身 捏着脖子 眺望窗外的夜景 恍惚间想起 以往每次加班到深夜 我都会幻想 伟真会来接我吗 下楼时 永远只会收获失望 然而独自开车在路上时 我又会忍不住幻想 她会不会故意不来接我 其实是在家给我准备了爱心宵夜 回到家 家里静悄悄地 她早已睡下 我太懂得这些失望 到底有多让人难受 所以 我把这些失望 都转换成了 对味争的好 我希望 我可以是给她 带来惊喜的那一个 希望她永远不必体会 希望落空的滋味 所以我笨拙地学习做饭 有任何社交 商业活动都拉上她 害怕她落单 觉得自己被忽视 可是 她只觉得厌烦 我亲口尝过 确认自己做的口味 还不错的饭菜 她吃两口 就放下筷子 说不如阿姨做的好吃 我用心给她搭配好 一身形头 带她去交际 她反问我 我是你用来取乐的工具吗 还是没有我 你就没有其他炫耀的资本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她总是可以曲解 我到这种地步 后来才知道 因为她不爱我 她不爱我 所以我做什么都是错 连活着呼吸都是错 如今回想起这些 只觉得恍如隔世 但还好 我打定主意 从今往后 在爱人之前 先好好爱自己 夜深了 不想开车 也不需要人来接 我可以叫专车 肚子饿了 不需要有人送宵夜 我可以出大楼找吃的 乘电梯下一楼 推开办公楼的门 我正准备去附近的 日式酒馆吃点东西 一抬眼 却看到我此刻 最不想看到的人 魏征 一个多月过去 她看上去憔悴了许多 人瘦得有些脱象 下巴上满是胡茶 衣服也是皱巴巴的 没有阿姨的精心打理 她连熨烫衣服都不会 等你很久了 怎么这么晚才下班 魏征走到我面前 递上一个餐盒 饿了没 我给你熬了粥 想着你最近可能食欲不好 想吃点清淡的 本来打算直接无视她 但这句话 却让我忍不住笑了 我食欲很好 而且 我最不喜欢喝粥 我有胃病 吃粥反酸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讽刺地看着她 她一脸羞愧 对不起 我以后会记住 不必了 我们之间可没有以后 别来烦我了 我绕过她 静止朝一旁走去 她拦住我 严严 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做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 公司的事 我会和你一起分担 不再推诿 不再让你独自受累 如果你现在信不过我了 不愿意让我插手 也没关系 我可以从零开始 自己创业 争取早日与你比肩 严严 给我时间 我一定会让你看到 我的改变 为了我们的孩子和将来 我发誓 我不会一错再错了 我止住脚步 好奇地看向眼前这个 我爱了许多年的男人 真不知道自己以前爱他什么 爱他的自大 爱他的自以为是 还是爱他的自说自话 见我眼睛一眨 不眨地看着他 他以为我是真的心软了 再考虑要不要原谅他 居然上来就要拉我的手 亲一道 严严 我们试试 一定可以回到从前的 我吓得立刻甩掉他的手 仿佛甩掉什么脏东西 回到从前 谢谢 不要 吓都吓死 我送给他一个鄙夷的眼神 首先 不说别的 你多少年 没工作了 你手上哪来的钱 你到底哪来的自信 觉得自己可以白手起家 很快与我比肩 我这么努力 努力了这些年 扛住江家的担子 尚且吃力 他倒好 张嘴就来 好像自己是什么商界新兴 天纵其才 其次 别张嘴闭嘴就拿孩子说事 你会不会是个好爸爸 我不知道 也不关心 但你绝不会是我孩子的爸爸 魏征惊诧地看向我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孩子 没了 前段时间 我难得给自己休了一个月的假 去做了一个身体检查 再确定 我的身体素质很好 很健康 拿掉肚子里的孩子 也不会影响将来的生育时 我当即决定 放弃这个孩子 不为别的 我只是不想要魏征的基因 爷爷说得对 就他这样 去赴刘子 都是高看他了 我还年轻 不到三十 什么样的男人不能选 什么时候不能生 和苦选这样一个劣等基因 索性一了百了 断得干干净净 也让魏征彻底失去纠缠我的理由 你骗我 魏征不信 再次上前来拉我的手 我直接绕开 威胁 爱信不信 你再动手 我就叫保安了 魏征不依不饶 跟着我一路走到酒馆 你别想骗我 你怀孕 不可以喝酒的 魏征在门口拦下我 我喊服务员 给我端来一大杯啤酒 当着她的面干掉半杯 还要我多说什么吗 我举着酒杯 推开她 为什么 魏征终于面对现实 你只需要回答一句 为什么不要我们的孩子 我保证以后都不再纠缠你 我终于认真地看向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因为我不想看到她 就想起那些令我感到无比后悔的过往 她如果有的选 应该也不想出生在这种环境里 我曾那样毫无保留地爱过 有多爱 就有多后悔 她却不需要承受这一切 还是不要出生比较好 你后悔爱过我 魏征似乎不相信 仍在问 是的 这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 没有之一 我干脆答道 然后大步走进酒馆 找位置坐下 畅快地喝下剩下的半杯啤酒 把魏征扔在门外 家里的阿姨给我打来视频电话 把小猫对准镜头 说小诺想你了 怎么都不肯睡觉 一直趴在玄关等你呢 我笑着问小猫 真的吗 小诺你想我了吗 我也好想你哦 小猫一个劲得喵喵喵 看就连猫都知道 要把爱留给对自己好的人 而我和猫一样 也只会把我的爱 留给真正对我好的人 番外江言在酒馆喝酒的那天 魏征知道孩子没了的消息 失魂落魄地走回家 半路一辆面包车停下 下来一群黑衣人 二话不说 拖着他去巷子里 狠狠揍了一顿 别怪我们下手太狠 是小姐说 留你一条烂命 都算便宜你了 小姐还说 既然你不愿意当他永远的备胎 他也要让你今生都忘不了他 记住了 我们小姐名叫林语儿 冤有头债有主 你以后想报仇 可别找我们 找林语儿 断了他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后 黑衣人再次匆匆而去 没留下丝毫痕迹 魏征躺在漆黑的巷子里 像一滩烂泥 从前家里出事的时候 他都没有觉得 世界如此刻这般黑暗过 因为那时候有江炎 尽管自己看不上他 但江炎确实把自己 从泥潭里救了出去 可现在江炎 江炎也被他弄丢了 魏征挣扎着 想从不远处捡回手机 拨打急救电话 却忽然听到江炎的声音 巷子尽头有光的地方 江炎快乐地哼着歌经过 他下意识想喊住他 才发现自己牙齿被打落了几颗 嘴里满是血污 仅能吐露出污污的哀鸣声 他立刻闭上嘴 不敢惊动他 他也没有发现他 他们终于不再有任何焦急了 撤回路地哀鸣声 燃键